记者曾为整台北报道,立法院未还委员会今早因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闹场而停摆,立法院长苏家全下午邀急朝野贤商意识处解释,只有周五投赞成票的60人可以复议,因这60人已有58人签署不复议同一书,所以就发文未还委员会。 徐永明上午坚持劳动基准法修正草案尚未通过复议期因而霸占发言台,导致议事空转一上午,实力立委黄国昌表示他完全支持徐永明的做法。 立法院议事处长解释,实务上可以提复议者表明不复议,就会发文各委员会,若是无记名投票,只要四个党团都提不复议,就会发文。 若是记名投票,只有赞成方可以提复议,因为这次有60人赞成,已有58人签署不复议同一书,以无复议的可能性于是发文委员会。 苏嘉全也说,当时也有收到民进党团的复议申请,同时接到58人的不复议同一书,确定以无复议可能性,所以就不必处理了。